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惊悚电影《蜡手保姆》 故事讲述男孩科尔对新来的性感保姆产生爱慕之情 可某日保姆将朋友带到家里来后 却触发了一系列残忍的虐杀活动 故事开始已经快要成年的男主却还害怕打针 这也就显得男主很是胆小 性格懦弱的男主经常受到同学小黑的欺负 这天正当小黑看着屈服的男主欣喜时 保姆金发妹出现狠狠地教训了小黑 随后还安慰了受伤的男主 男主看着面前温柔又漂亮的金发妹心生好感 隔天男主跟邻居同学小美一起乘车上学的路上 小美告诉男主 那位年轻的保姆晚上肯定会带着男友一起到家中过夜 男主当然不相信自己的女神会干出那样的事情 随后的某一天 想要外出度假的父母请来金发妹帮忙照顾男主 起初二人玩得十分happy 跳舞聊天游泳能想到的都尝试了一遍 玩累了的男主休息前 金发妹还递给他一杯酒 说是为了让他能睡个好觉 但是遵纪守法的未成年男主并没有喝掉 而是悄悄地倒在了花盆中 之后男主回屋假装睡觉 过了一会儿便听到楼下传来开门声 想要一探究竟的男主便悄悄地爬到了楼梯口查看 原来金发妹并不是叫来了男友 而是邀请了一群人前来开派对 刚开始一切都很正常 但是就在金发妹亲吻眼睛男时 却拿刀捅了他 接着男主就听到了让他无法冷静的话 楼下的一群人都属于一个邪教组织 他们想要用纯净的血液来完成祭祀 男主心想 这不就是我吗 赶紧逃回屋中拨打了报警电话 过了一会儿金发妹便带着众人来到了男主的屋中抽血 抽完血后便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门关上的瞬间 男主便准备跳窗逃跑 可是不争气地犯了低血糖 晕倒了 等他醒来时 早已经被金发妹捆绑起来 之后金发妹并没有放过苦苦哀求的男主 正当男主就要命丧于此时 门外传来了警笛声 以为盼来救星的男主却没想到 这一届的警察居然这么弱 三下两下就被金发妹解决 趁着众人的注意力被分散 男主割断了绳子逃回楼上 而随后追来的黑人兄弟被男主推倒 坠楼身亡 男主翻窗逃到外面 将碰到的两名邪教成员解决 随后便逃到了邻居小美的家中 原来小美早就对男主产生好感 后来的亲吻更是给了男主勇气 此时思前想后的男主觉得不能拖累小美 便选择独自面对丧心病狂的金发妹 之后胆大的男主便开车撞死了金发妹 警方赶到现场处理这次案件 虽然这部电影剧情很夸张 但是里面的血腥场面 却让人看得十分尽兴 在恐怖之余 影片中的喜剧成分也让人感到舒服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